2023年6月4日星期天 下午差不多5点的时候 我才来拍视频 为什么呢 因为呢今天又干了花园的活 因为昨天下雨所以一直干不了 但是呢即使呢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干花园的活 也是没干完 但是呢在这个进门口这个 Mano Mayland四朵玫瑰花 在这个冬天的第一个月 还在开放 其实是五朵 所以这个品种非常好值得推荐 和它同样的品种 Aptide就不行了 梅花 但是好像它也是枣花 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下面这个草长得太旺盛了 把它的营养给剥夺了 没办法了 这个位置玫瑰花一旦种下去就很难再移了 今年的这个紫罗兰 我这个其实不是紫罗兰 是黄色的紫罗兰 嗯 在这里旁边种一点 然后在旁边这个撒纸种一些的 sweet pea的花芽 今天就是在外面拍一轮 还有就是那个水仙花 这个水仙花很香喽 很喜欢 买的时候呢 不知道它的名字 那时候闻的香就买了 第一次种嘛 哦 这里还有一朵 戴卡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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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在这个 冬天的第一个月 花园这个角落 看一下 这个是这个角落 现在夕阳西下 所以呢 就是 顺着光拍 而不是逆光拍 这样子 平常我都是 在这个门口这里呢 这个是我上班 但是最近呢 开车 因为我儿子说 如果我不开车的话 他就要卖掉他的车 所以我只好开车 这个是我的美丽的家园 啊 出乡村里教师之家 这里呢 我最近呢 种了 补种了两颗 英国薰衣茶 English Lavender 我喜欢英国薰衣茶 的味道 还有它的花形 这片呢 现在什么都没有呢 就种了好像是12颗吧 嗯 红色的 叫法国的 郁金香 去年种的郁金香 就是秋季种的郁金香 好像还有一两个球 但是我挖起来的时候 好像也damage了 所以呢 等于重新种 自己撒纸 长回来的脚颈 三脚颈 还有这个白雪公主 还在开最后一点的花 这个是烟尾 蓝色的烟尾 后面这些 我忘记了 叫什么了 另外还有两颗 嗯 就是好像是 对 这里 你看 这里 两颗 一颗没有 一颗好像 能成活吧 真是 也是植物杀手啊 我 OK 然后就是 其实我前面呢 我就不大喜欢 要有红色的 但是呢 那个 Mano Milan的 玫瑰花呢 也就是红色 然后 结果这样子一来 我 我只要是以粉色 白色和黄色为主 嗯 不是 不是太喜欢 有太多的红色 就是以那个 就是 淡一点的颜色为主 嗯 但是呢 这个 嗯 叫什么 天竹葵啊 这个天竹葵呢 实在是基因太好了 这个好像是我邻居给我的 这个 嗯 平岸花 但是去年种下去没有花 今年不知道会不会有花 嗯 对 然后这两颗的蜘蛛菊 蜘蛛菊 我把它 把一颗 拼命的 减少了 另外一颗还留着 另外一颗还留着 这个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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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d Ice 要重新擦一下杆子 今年可能又没有天堂鸟了 这里很多的其他的种球 这个是好像是小种的 小种的叫啥 嗯 飞燕草 飞燕草 飞燕草本来是很高很大的 它这个是小小的 但是呢 也在旺盛生长 好吧 那这颗有点失败的草 啊 这个草好像有点成功了 这个粉色的 冰山 冰山 冰山没有吃 以前不知道 然后 很香的 而且是黄色的水仙花 最早开花的黄水仙 我为了种这棵柠檬枝叶树呢 把以前它的位置挪了一下 嗯 它还能开花 但是我在泥到其他的一个盘子里面的 不一定能够重新开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开花 还有这些啊 白色的水仙花 啊 都有花苞在长出来了 我要不要加肥呀 我冬季来了我就不加肥 不施肥了 已经两三个月没有施玫瑰肥了 所以 省了一点事儿 嗯 而且现在 我觉得啊 学以言吧 才是我的菜 嗯 园艺呢 维持就好 但是不会说像 刚开始学习的时候 那么的 那么的狂热 还重 啊 那每天早上起来 我还是会 看园艺的 这个是到处牵插的 大叶天竹葵 长得好的天竹葵 它适应这里的 好像这个白色的天竹葵也是 到处都可以啊 就是把它搬一个 搬好像这样子搬下来 然后就一根 它就可以重新再长 非常的好养 嗯 所以呢 在我们家 这些长得好的天竹葵 就是它的子孙后代 会特别多 这个采叶的 采叶的 采叶的 薰衣草 还没看过它开花 然后这里是去年种的 烟尾 两颗回来 这些应该是这边长过来的 有点刺眼睛哦 然后就是这棵的 英国薰衣草 后面的两个癌种的 Mustache 薰衣草 所以薰衣草种在一起 非常好 蓝莓 这里还有个位置可以种 现在这里种过好多东西都不行 Tea tree 还有什么 Header 还有那个什么 Straw flower 等等等等 已经淘汰过三四轮了 所以这个位置有点 慢慢 然后今年我的茶花又回来了 同学们 我的茶花又回来了 这棵已经开拜了 开拜的 这个新开的 一树的三茶花 还有这个红色的 还没有开 花苞 很多的花苞 这棵 比较白色的 这棵 下面的就是柴叶 我觉得这个 绣球 下一个绣球 就是秋天的时候更好看 铃铛 这棵的 铁鲜棉 还有 这个中文名字我还没找到 这棵的英国薰衣草 还有这棵的 十株花 白色的这棵 它们的子子孙孙很多了 到处走 牵插 然后这棵是 戴高乐 融莎宝石 还有那么几朵花挂在那 冬天了 所以应该休息了 开了 一棵开了三季 这棵的大叶天竹灰 子子孙孙非常多 然后 我要告别的 是另外的一棵 这个蓝色的怪月菊 在我们这里 复花了两年 今年可能 这棵还可以 另外一棵我就拔走了 种上其他的东西了 总是种上薰衣草 英国薰衣草 你看 就随便这样子 把它扦插进去 也不管它了 就看看怎么样 然后这棵是阿里维亚 这棵是 还有这个爬藤的红霜洗 这棵是啥 这棵是 不要告诉我 是融莎宝石 这么红 天哪 这个都开不了了 胃没病了 还有剩一朵 这个还能开吗 这龙莎宝石 太爱你们了 我到时候再找找 可不可以 你看白色的 枝枝孙孙好多 种在旁边的这些 纸楼兰 我现在这棵 我挺喜欢它的造型的 但是 现在也是把它扦插到其他的地方去 不错 这个 杜鹃 杜鹃 杜鹃吗 杜鹃 硬杀红 阿尽利亚 去年 第一年种 春天的时候 现在要开花了 它是冬天开花 第二棵的英国薰衣草 在这里 然后后面随便前叉 就是这个大叶天竹葵 白色 你看 子孙后代 哎 很多 然后我的这个 到时候 打到所有的这个叶都掉了 然后我再牵引 现在就先留着吧 然后我的这个 红霜洗 冬天了 还有一点花 这棵很惨 这个白色的Henry给我 腰斩 我就是腰斩一棵 另外的呢 就不管 看对比一下 到时候春天的时候怎么样 然后这棵的Josephine 对 这里种 种了 就是 这样子 这些也是红色的天竹葵 随便牵插 这棵的New Dawn的这棵爬藤 好像是Rumbler的玫瑰 开花挺风花的 成了两枝杆 然后这些是水仙花 就是混合的水仙花 还有就是混合的种球 日本银莲花什么的 然后这些是 郁金虾 中央花坛 我 不是 不是 不是很想打理 因为就想留着它这样子过冬 反正也没什么 等春天的时候 春天的时候再去修养 但这个白冷不错 我可以再多种一点这个其他颜色的 因为在半年还不看到有其他黄色的 再把它种满 它的 就是一年四季都摆在那里 有点像这个Seaside Daisy 一年四季都有这种小花 这些草 这些草 我想把它 剪短一点 好像有点笨 嗯 然后 今年复花的这个 Little Jam Maloria 玉兰花 这个 玫瑰 所以 这个 嗯 打春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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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色就是挺挺醒目的 所以 还是想种多种一点黄色的东西吧 这样子会比较 在花园里面比较 就是显眼一点 然后 哎呀 是什么动物来我这里 吃我的球根呢 你看 你看他们 打的洞 我种了一些葡萄丰杏子 还有就是水仙 不知道什么动物在这里 在我这里这么喜欢打洞 但是水仙花 它们是不能吃的 吃了会中毒吧 然后这边 这边复花的这个 银莲花什么的 不是全部都能复花 特别是这边 没有复花 但是水仙应该 Chutier先生应该会回来吧 嗯 反正都是 这个是第二年 去年秋天种的 第二年 所以 还有待观看 所以呢 秋天的花园 还是有一些东西可以看的 但是你要 整体来 整整体呢 就是不是很 就是比较萧条 落叶 落叶很多 我但是呢 仔细看还是挺多花的 你看 呃 这个 紫罗兰啦 天竹葵啦 玫瑰啦 还有山茶花啦 还有就是 水仙花啦 菊花 还有就是 角景 玫瑰 还有就是 这个 Selvia Biden 早春花 诶 虽然是 冬天的第一个月 秋末 诶 还是有点花看的 还有就是 一兰花 所以 挺美的 是吧 好 现在带各位 继续一进到底 去后院 看一下 后院还有什么花 我今天干了什么活 上个 这几个星期 因为 最近 干的活 就是 有点少 诶 这颗的玫瑰 名字很长 名字很长 但是这个红色很厉害 这种深红色 还有呢 就是 黄色的花瓣 这里种过三种的 叶剂 都不成果 这个成功了 感谢 然后 红龙 2021年 我开始种花 所以 20 2023 这个是第二年的冬天 2021年6月 我54岁 学种花 然后55岁 今年56岁 对 今年56岁 这个月的生日 然后这里 这棵 Star Jasmine 到时候很香很香 然后这些 白树 长绿的 这些是 烟尾 这棵 Rosemary 彩叶 然后今天呢 干了 几个大火 一直想干 但是没干 还有这棵树呢 会挡住我的割草 所以呢 今天呢把它就是剃头了 大部分 三分二吧 留下三分一 它 那时候它会 会长回来的 剪头发 剪头发 还有这些都要修剪 看等我老公来吧 然后呢 这边呢 就是和平 你看日本枫树上个月拍的时候很多 红叶很美 然后现在叶子都掉光了 然后和平 爬登和平 Golden Eye 这棵开花的柳树 我想把它切矮一点 跟这棵结果的柳树 树都要砍 砍砍砍 今天 干了很多活 种的这个西红柿 樱桃西红柿呢 这两种黑色的和绿色的都不好吃 黄色的就好吃 所以大家要买的话 是要买这个黄色的才好吃 今天把这个翻了地 除了炒 可以随时可以种 这个就是我的种果树啊 没有种种菜的这个小 然后这里种花 cottage garden 这两棵以前的这个 sage 没有地方施展 你看有四地方施展 你看 长的 你可能可以把这个整个花坛都满了 然后这颗的玫瑰 是那个 berry eyes 就是粉色的眼 结果树 这边是疗养院 just funny 今年不知道会不会有柠檬 柠檬 翻地 翻了1 2 3 好 在这里 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 然后实在没有劲了 把剩下的 这个干完 这个可能大概不到一个小时吧 可以干完 上两个星期就是把这些玫瑰的枝条都剪了 然后就剩下这个长长的杆 ok 因为现在这个柠檬树又长回来了 所以呢 会挡到它的阳光 这里呢 我以前种的这些 还有的这些berry 教训 不要种berry 它们太会串根了 我还是喜欢种玫瑰吧 如果可以找到再种两颗的龙沙宝石 其他的真的没兴趣 因为种这些果树什么的 它结果的时候我也不在 所以呢 还是种玫瑰花 一年三季有花 比较划算 这棵的桂花树 因为夏天的时候没有浇水 没有供水 所以呢 它长得很慢 但是呢 没死 慢慢长 你看 这些如果不种 不种菜 不种花的话呢 这个就是自然的野草重生的情形 同学们 好 这个树砍了一大半 在这里 然后今天呢 也把这棵草 这棵草呢 也剪了 就是剪头发一样 剪掉它 让它慢慢重新再长回来吧 反正这里呢 长不长东西 无所谓 原来的这棵草 我也觉得太 就是妨碍我的这个极简主义 所以也拔了 就没了 山芸娜娜 拜拜 然后这些呢 要重新的好 好像是 忘记什么时候修剪的 好像是好几个月没有修剪了 所以呢 也是要重新整形一下 我很少在傍晚的时候拍 这个是夕阳夕下的样子 花园后院 站在中间 成一圈 这个后院呢 草坪 还是挺不错的 挺爽的 但是呢 最后呢 在我这个一年一季的 一年一度的这个 这是多肉啊 我也不浇水 也不施肥 没死 没死就留着吧 最后呢 这个视频在 我把所有的这些 菊花 好像是2021年 买了这个菊花吧 去年也复花了 今年也复花 但是今年这个紫色的护花 就摊在地下一般般 黄色还是那么鲜艳 所以应该多种点黄色的 这个菊花 看看 它有多大 一年咯 一年菊花 一年就这么秀一季 秀一季 有点像种粮食 这个是在奥地买回来的装饰品 中国的V马俑 还有日本的石灯 中日友好交流 今天干了很多活 早上起来 就是吃喝那个打了豆浆喝咖啡豆浆 然后呢 西城洗衣服 然后 做花园三个小时 要算贝腾 然后煮饭吃 还要 哦 还要就是一大早起床 就是看了别人的花园 之后呢 就学日语 我打算六七八 在九月去日本之前 把这个日语供下来 啊 这个日语真是 嗯 五十英图是最麻烦的事情 但是呢 会有希望的 好了 就像我的花园一样 嗯 用很用心的 两年 一年就成功了 嗯 大家等待吧 谢谢你们的收看 祝你们有一个美好的六月 那天 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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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咧